就怕凱米颱風三明區慘煙 噩夢重來 高雄市長陳其邁備戰山圖兒 第一站視察三明區本河裡至紅池 今天我們在的這個本河裡至紅池 在凱米颱風的時候 這個受災也是受到比較大的 影響的這個區域 防災行程馬不停蹄 畢竟可能從高雄登陸 不能掉以輕心 而根據天下雜誌 永續幸福城市大調查 在六都組高雄城後起之秀 蟬聯第一 陳其邁連兩年拿下第一名 第二名則由資源豐富的首都拿下 較去年相比名次進步一名 第三名由媽媽市長盧秀燕 領導的台中市拿下 較去年退步一名 謝謝 現在是防災第一 高美市地的露營區 從今天開始到十月四號不開放 天下長的露營都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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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問城市治理成績 丹安縣市首長都以防災要警帶過 而港都一位文教項目 接列第一 打敗資源豐富的台北 南北兩大城市平起平坐 儼然成型 六都競爭力排名 第四名桃園 第五名台南 新北侯友宜則是連兩年第六名 非六都競爭力 新竹市長高雄安名列第八 倒數三名 藍營執政縣市通通包辦 新竹縣長楊文科 雲林縣以及基隆市 謝國良連續兩年墊底 基隆市已經連續兩年 最後一名 謝國良應該要儘速修正自己的市政路線 這才是謝國良應該要有的態度 謝國良市政成績單滿意度 敬陪莫作面臨罷免危機 只能把握時間以行動力爭取市民認同 三十五黃正錦 我們學院台北高雄報導